沙特职业联赛近期引进了大量世界级球星 其中包括C罗等知名球员 使沙特联赛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这一情况引发了一些球迷和媒体的热议 沙特联赛希望获得外卡资格参加欧足联冠军联赛 以展现沙特足球的实力和提升联赛水平 然而,根据法国媒体Foot Mercato的报道 欧足联并不打算允许沙特球队参加冠军联赛 这一决定并没有被讨论过 因为他与欧足联的原则和意愿相悖 早在今年6月 欧足联主席亚历山大赛费林 就对沙特职业联赛招募欧洲足球老将的策略进行了批评 因此,沙特队似乎不太可能获得欧足联冠军联赛的参赛资格 这一决定符合欧足联的立场 他们希望保持冠军联赛的竞争性和公平性 而不是让富有资源的联赛独占参赛名额 尽管沙特联赛引进了众多世界级球星 但他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声誉和实力 例如,加强国内联赛的竞争性 提升球员培养体系 促进清训发展等 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沙特足球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虽然沙特队可能无法参加欧足联冠军联赛 但他们依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展示自己的实力 与世界强队进行友谊赛 参加国际比赛等 为沙特足球的发展做出贡献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